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也知道这话没说透 因为双方都有 那么省点事 咱回答几个观众提问 好吧 第一个是有一个叫马克思的马 估计也是临时起的一个名字 他说这个门一直关上呢 没问题 一直打开也没问题 但是把门关上了再打开 打开了再关上 这就会出问题 所以他认为要改造换代 而且西方这样加速 把摊的丸砸了以后 估计还得搞君主立宪 这个观点其实十几年前就比较流行 那个时候大家在九龙之水 七龙之水之争的时候 甚至有过一个想法 哪怕出来一个皇帝 加天下 天下是他的 不是贪一把就跑了的 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有没有可能就把这个国当作家一样 想法其实挺没 就如同我们知道这个共军拉 中国当占领军 占领地一样 他们疯狂地决取 他们能获得的所有财产 不管是天上飞的 还是水里游的 哪怕是地下埋的 那个时候大家在谈论财经的一本书 叫《苍穹之下》 实际上 当时没有抓他 没有说他恶毒的攻击新中国 没有把他向澳大利亚 这个记者 是吧 在中国做了 样是十年财经主播的 陈磊一样 当间谍判了 就不错了 因为他公开了很多数据 很多政府不太想让人们知道的数据 时间一晃过去十几年了 当年人们有一种想法 就是中国已经加大力度的开放了 为什么感觉到有点往回收呢 在中央 前面一个影帝 这个温家宝同志一直到下岗 他还在做一番语重心长的表演 其实熟悉他的人在89年5月19号 看过他跟在赵紫阳后面的表演 没有受到任何迁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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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头来 能升到总理 大家就知道 这东西一肚子坏水 但是他临下台的时候 在两会说了呀 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文革还会回来 人们当时只意味着 他在反对薄熙来的做法 薄熙来在重庆关起大门 搞自己的一套 你把他抓起来以后 文革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了 而且 那个时候的人们 还在为西方欢呼 因为他比较硬啊 他一不输出贫穷 二不输出革命 三不去折腾你们 他那个话讲的 中国的知识界 其实有很多人对他是抱有幻想的 但他上台以后 就出了很多 左转的动作 首先 在大家还在讨论 小强经济学的时候 他就成立了一个深化经济改革领导小组 一个做主席的 做总书记的 把经济大权也拿过去 把总理直接就架空了 然后 春晚的时候 他要在泰山 设一个分会场 大家都应该知道 泰山是什么地方 是祭天风散的地方 他所有的动作 都在告诉人们 他想做什么 只是大家都不愿意相信 然后 他凭一己之力 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都搞得一团糟 然后 在经济上 他强行的流转了经济规律 他把外向型经济 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双循环 原来人们还认为 你跟美国掰了以后 欧洲还能跟你循环吗 现在人们知道了 原来他的循环 是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 其实他还有更多的期盼 在他的朋友圈里 主要是跟中国接壤的 实在不成 跟俄罗斯接壤也行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 所有 你今天看到 对中国人的限制 其实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争取来的 关门是双向的 中国在对外关上大门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护照就不太容易办了 我见到最后一个 新办护照离开中国的 是去年九月份拿到的护照 这还是拖了人 其实早在七月份 就有人更新护照 没有办下来 老的护照商 时间到了 有美国签证 但是新的护照他不发给你 你就走不了 现在关门 还认为仅仅是 西方世界 对你关上大门吗 仅仅是他们想跟你切割 不在经济上 包括重要的商品上 依赖你吗 连拜登都动用了 国防动员法 绕开了原来的很多 涉及到环保的限制 在经济上 在重要的稀土 矿产 所有美国需要的东西上 都自谋出路了 他对你关上大门 不跟你做贸易 已经变得有可能了 虽然其他国家 比较困难 损失比较大 但是对美国来说 已经可以做到了 只不过 有没有一个触发点 有没有一个触发点而已 其实这种点找不到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 不就是这么一个点吗 有了他 事态就升级了 我只开始 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 英国和美国向乌克兰战场提供了远程防空武器 事态在升级 我熟悉的乌克兰朋友 也没了当初的那种盼望战局 出现一个停战 出现一个协议 回到和平的这种希望 打着包 瘦瘦叠叠叠 开始离开乌克兰 战争在恶化 在提速 那么既然在乌克兰能发生这种变化 在中国 你认为就不会有吗 所以这个门他能不能关得上 能关多长时间 关上门以后 他所谓的双循环 能玩多久 都是一个问题 我知道有很多人还在说 共军2040年 2050年 一直在发展海军 然后怎么怎么强大 他根本就到不了那个时候 关门也好 开门也好 原先我说是双向的 很少有人愿意相信 现在事实就在这儿 中国亲手里护照 在边境不卡你的 是公安系统 公安系统和国安系统一样 从上到下 都不允许申请美国签证 那么他凭什么 那么他凭什么 要睁他的眼睛 看着你走呢 所以现在不是关门的问题 而是什么时候崩盘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是他在恶化 整个世界上是这样 中国其实也这样 只是没有几个人 愿意去面对他 大家总还是抱着一种 期待 邪胖哪天死了 哪天出来一个 继续改革开放的领导了 抱这种幻想 还是因为 不愿意承担 变革中的痛苦 这个我相信 是个人就能理解 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会不会像我们想象的这样 非常轻松的 渡过这场变局 我相信很多人心里是打鼓的 不愿意信 又不愿意看到最坏的局面 但是我们都读过书 我们都听说过莫非法则 无论你愿不愿意相信 你猜测的最坏的结果 极有可能在生活中 也会出现 祝大家好运吧 祝大家好运吧